弟妹啊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 那天啊我们发奖金 正好我休息 我就让小房帮我把这个钱领了 是不是这两天挺忙的 还没来得及管他拿呢 啊 哎不对啊 发奖金了 对 两千块钱吗 赵哥 我明白了 那这两千块钱是你的 对我的 嗯 媳妇 你看 这奖金你没给他呀 还没来得及给呢 哎大人媳妇 我可不是想藏钱 我想帮你攒着 等攒足了一百万 我一起给你 写到大气 是呀 他就在说咱俩是重情他的 我这么说 我还得谢谢你们 不用谢不用谢 疼不疼啊 不疼 一点都不疼 给东西拿着来吧 啥来人呢 你看看 这还有道具啊 哥 总归受不了啊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看到了我温柔的另一面 不用贫了 不用贫了 继续 这回藏工 钱藏哪儿了 交出来吧 隐藏的挺深的 还有一千呢 这鞋挺高级啊 既能增高还能藏钱 哪儿买的 哪儿买的 什么哪儿买的呀 这不自己改装的吗 哎呦 这挺有创意啊 这回还有没有了 这没了 媳妇 我今天当着大火面法事啊 我要是再藏钱 你就大嘴巴地扇死我 媳妇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呗 哎呦 好 好 弟妹啊 我跟你说啊 小王其实挺好的 人是个老实人 是吧 你这样 你就看在哥的面子上 再原谅他一回 行不 哥 那我再问你一句 这钱 真是你的 我的 你没替他顶钢吧 没顶 行 哥 我再相信你一次 谢谢 看在你的面子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回去 哥 啊 我回去了啊